三国演义中的不乏一些能人意识,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三国第一谋是诸葛亮,诸葛亮的谋略过人,更有厉害的作战设备和精妙的阵法。 其中,三国、蜀志、诸葛亮传中就记载了关于诸葛亮懂得制造牧牛流马搬运军粮,善于运用秋法,做八阵图等能力,牧牛流马好理解。 而对于八阵图了解的人很少,毕竟这样的作战用的阵法需要涉及到的知识很多,想要彻底了解很难,即便是在三国期间有名的人士也难以参透,更何况没有知识积累的人。 虽然我们对八阵图不了解,但是这个阵法的厉害之处还是略有耳闻的,三国时期群雄逐鹿,后来更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当时诸葛亮带兵与吴国交战,此时统帅吴国的大将是陆逊,他是周瑜之后东吴最有能力的大将,面对诸葛亮摆下的阵仗却是无从下手,后来尝试入阵破解,不但没有顺利突破,反而深陷阵中无法脱身,恰好当时身边的黄承燕指引,这才脱离险境, 不然东吴的大将军将殉命在阵中,这个厉害的阵法就是八阵图诸葛亮侍候。 他将此阵法传给姜维,用来帮助他为蜀国开疆阔土,此时姜维面对的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,一般的方法想要从他这战的先机几乎是难上加难,所以姜维用出了八阵图来迎战,司马懿见到阵法精妙,自己无法破阵,所以只能选择撤退,可见诸葛亮的八阵图的威力已经达到几乎无人识别, 无人能破的地步,虽然诸葛亮八阵图厉害,世间知晓的人也很少,但是并不是说这个阵法就是无人看懂,除了设计阵法的诸葛亮以外,在东晋期间还有一位能人对这个阵法有所了解。 还能说出阵法中的玄妙之处,他就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桓温,说起桓温对八阵图的了解,还要从一次他奉命远征巴蜀说起,一次桓温带兵到巴蜀地区作战,恰好此时的雾气很大,行至一个地方后发现此地没有什么人烟,反而矗立着形形色色的石头,看似这些石头摆放得毫无章法, 但是仔细观摩又能发现其摆放位置身为玄妙,隐隐有一种危险的感觉,让在场的士兵和马匹都不敢进前,桓温手下到他身边禀告前面情况,详细地说明士兵不前进的缘由后。 桓温策马到前观看,他发现这是由石头摆下的一种阵法,并不是简单的罗裂石头,随即他对手下笑道,这是一个阵法,就是八阵图中的山蛇阵。 见到手下还是疑惑,他又接着说,这个阵法的特点就是首尾可以相顾,如果攻击阵中的尾部,那头部可以救援,反之亦然,这就是阵法的精妙之处啊。 听到桓温的话,手下依然明白阵法的厉害之处,如果不懂破解之法,肯定进入后难以逃脱,可惜桓温懂得阵法的妙处却没有真正带兵破阵,反而撤兵返回,这让很多人对他的做法很是疑虑, 据后人猜测,桓温可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把握破阵,毕竟八阵图阵法灵活多变,一朝不慎就可能有去无回,八阵图之所以被誉为千古难解的阵法,其背后的奥秘和深厚的历史渊源。 值得我们深入探究,今天,就让我们一同掀开历史的重重迷雾,回到那个志勇知识辈出的时代,从他的起源开始,逐步解读这一传奇阵法的神秘面纱,八阵图的根基, 原自于古代著名兵书《太公兵法》中的《太公阵法》,这一点,在后世的历史文献,唐太宗李公卫问对中有着明确的记载,为我们追溯八阵图的源流,提供了可靠的依据,随着历史的演进,诸多兵法大师对太公阵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, 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改良,使得这一阵法日真完善,形式更加多样化,直到三国时期,一位集兵法之大臣的卧龙诸葛亮,巧妙地融合了多家兵法之常,创造出了一套千变万化的八阵图,这套阵法之所以难以破解,原因在于它是由多种阵法组合而成,其间的变化无穷,布阵的士兵都需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,能够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调整,因此, 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破绽,破解八阵图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这也是为何古代诸多兵法家都无法破解它的主要原因。 八阵图,这一名称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它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兵法的极大成之作,更是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瑰宝, 它如同一条纽带,将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勇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,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荣耀, 在今天,坐落于成都市清白江区弥木镇西南的八阵图遗址,依旧保存完好, 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,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古老而辉煌的历史, 引领我们穿越时空,感受那股激荡人心的力量,传说之中, 这里曾是蜀汉丞相诸葛亮训练士兵和推演阵法的圣地, 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浓重的历史气息,每一块石头都似乎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, 八阵图遗址,如今已被列为我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得到了最为妥善的保护与传承, 这份敬意,不仅仅是对古代兵法文化的致敬,更是对那段悠久历史的铭记, 是对我们先祖智慧与勇气的崇高礼赞,八阵图的魅力, 非但源自其复杂多变的阵法,更在于他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, 诸葛亮等古代智者的兵法思想,如同璀璨的星辰照耀着历史的长空, 他们在激流涌进的历史洪流中所展现出的英勇和智慧, 成为了我们今天汲取智慧的营养源泉, 这些兵法思想,不仅仅是军事斗争的指导,更是人生哲理的启迪, 引导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能够展现出如同古人般的坚韧与智慧, 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八阵图依旧令人神望。 那神秘的阵法,如同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谜题, 充满了未知与探索的乐趣,等待着我们去解开, 去领悟虽然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 但八阵图所蕴含的智慧与勇气, 却跨越了时空的界线,成为了永恒的主题, 它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卓越,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 将那份独特的智慧与勇气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, 八阵图,这一古老而神秘的阵法集合, 每一个阵法都宛如一座精妙绝伦的迷宫, 令人神望却又难以捉摸, 它们如同一个个深邃的思想火花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, 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性, 不仅深刻体现了我国古人的超凡智慧, 更为其赋予了一层永恒的历史传奇色彩, 它们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道理,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, 社会如何进步, 那颗探索未知, 追求知识的心, 是永远不能丢弃的宝贵财富, 我们应当怀着敬畏之心, 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, 勇于接受挑战, 不断探索, 以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, 继续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, 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清白江区迷雾镇, 一片清脆欲滴的土地上, 八镇图的遗址无声地矗立着, 它像一位沉默而坚定的守护者, 守护着那段历经沧桑的不朽历史, 这片遗址见证了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每一步, 它提醒着我们在追逐未来的道路上, 不忘初心, 坚守使命, 当我们踏上这片充满历史气息的土地, 仿佛能听到历史的低语, 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压在肩头, 八镇图不仅仅是一处古遗址, 它更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历史教科书, 让我们在静养中学习, 在传承中发扬, 在探索中不断前进。 八镇图, 这颗镶嵌在中国古代镇法历史中的璀璨明珠, 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, 犹如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路, 它提醒我们,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, 要时刻保持敬畏之心, 对知识充满渴望, 勇于探索, 勇于挑战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, 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。 谈到八镇图遗址, 便不能不提成都市清白江区迷雾镇, 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 这里, 山清水秀, 人节地灵, 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默克向往之地, 而八镇图遗址, 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, 它仿佛是历史的纽带, 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, 让我们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, 仍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远古的呼唤, 站在八镇图遗址之上, 我们不仅感叹古人的智慧是如此令人敬仰, 那些错综复杂的阵法, 不仅展示了他们在军事, 数学, 天文等领域的卓越成就, 更体现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, 这份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精神, 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的, 我们应该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, 让八镇图遗址不再仅仅是一处旅游景点, 而是成为世人敬仰的知识殿堂,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, 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, 八镇图作为一个历史的符号, 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, 教会了我们要如何在激流永进中坚守初心, 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弘扬民族精神, 它告诉我们,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, 传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, 总之, 八镇图, 这颗璀璨的明珠,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, 照耀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道路上不断前行, 它提醒我们,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, 时刻保持敬畏之心, 不断探索和学习, 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, 而成都市清白江区迷目镇的八镇图遗址, 也将永远铭记着那段不朽的历史, 见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与蜕变, 让我们携手共进,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, 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篇章。